最近的天气实在太热 每天起床看一眼外面的烈士 小心都不想出门了 只想打开珍藏的恐怖片 让自己重回心境自然凉的境界 茶楼今日推出血腥红茶 各位走过路过别错过 一起来看看选举日发生的事吧 2023年美国费尔伍德选举日前夕 街道上的抗议声势达到顶峰 甚至一度干扰商店经营工作 不过由于爱丽森即将前往大城市继续学业 这些乱七八糟的政治事件不会再与他有关 现在的爱丽森只需要在离开之前 专心陪伴自己最重要的人 然而这种和平的生活却很快被打破 因为爱丽森离开一室 被梅丽莎视为分手的通告 正当二人为此争吵不休之际 突然间 强烈的灯光竟直直照向他们的方向 下一秒 头戴诡异面具的怪人忽然跳出来 迅速控制住前来查看一场的梅丽莎 狠狠将手中的利刃 刺进对方的血肉当中 爱丽森健壮慌忙逃走求助 其料 人们却只把他当成游行的同伴 根本没有人在意他口中的救助 爱丽森因此错过拯救梅丽莎的最佳时机 纵然警局专员向爱丽森承诺 他们一定会尽快查明梅丽莎遇害案 但爱丽森依然耻不住心中的自责 可是就在他返校后不久 学校走廊内竟又出现一起追逐袭击案 幸好这一次只是同学卷毛姐和男友鸡毛的恶作剧 他们一贯喜欢捉弄他人 这次假扮袭击案也是为了满足他们欺负爱丽森的恶趣味 这让爱丽森感到极其愤怒 若非杰克逊老师及时赶来 他们恐怕会当众大打出手 这件事令爱丽森更加坚定离开的决心 杰克逊对此感到十分不舍 毕竟爱丽森是科目权A的优等生 也是他心中学生会长的最佳人选 对于杰克逊而言 失去爱丽森这个学生无异于自断臂膀 承认爱丽森也明白老师对他的期待 可他实在无法忽视心中的悲痛欲绝 而此时此刻 与爱丽森同样悲伤的人 却似乎只有梅丽莎的哥哥亚当 亚当性格腼腆 鲜少表露自己的情绪 即使在与莉莉痛苦分手后 有数次碰到对方与线男友 罗布的亲密现场 亚当也能坦然面对 可他万万没想到 父亲精英男竟然会在梅丽莎离世仪式上 表现得如此过分 梅丽莎尸骨未寒 凶手便在他遇害的桥边 竖起挑衅的大旗 这毫无疑问是对梅丽莎的羞辱 但精英男却更在乎封锁线外的媒体 只见他迫切地与妻子一同赶往镜头前 故作姿态地留下几滴假惊惊的眼泪 趁女儿死于选举日期间一事 赚取选民们的同情心 尽管亚当早已知晓 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 但他没有料到 对方未当选市长竟会这般厚颜无耻 这让亚当根本无法忍受家里的氛围 他伤心地来到爱丽森家中 期盼从对方身上寻求过敏 为了缓解心中的苦闷 二人一同去参加班级派对 殊不知 这个行为将会惹来天大的麻烦 亚当原本无意参加派对 来到现场后也只是独自戒酒消愁 但莉莉看到这一幕后 却忽然对亚当展现出空前的热情 直言他们当初虽然因长辈同时竞选市长而分手 但现在依然是朋友 可以随时与对方谈心 这一幕落到罗布眼中 瞬间染上不同寻常的意味 尽管亚当婉拒了莉莉的邀约 可罗布仍然不能原谅女友的行为 只好怒冲冲离去 会场一时间只剩莉莉善后 就在这时 她忽然听到隔壁影房传来奇怪的动静 莉莉立刻打起十二分警惕前去搜查 结果 影房内的声响不过是卷毛姐二人的新恶作剧 这让莉莉感到十分气愤 当即阴沉着脸赶走二人 起料二人离开的一瞬间 荧幕竟忽然亮起 正当莉莉的视线被荧幕吸引时 只一瞬间 面具怪人迅速从黑暗中现身 只听滋滋的喷一声响起 莉莉立刻哀嚎着倒地 在怪人倾倒的玻璃渣上匍匐爬行 看到莉莉因碎片陷入肉中而痛呼呼以后 怪人方才意犹未尽地抓住她的头发 下一秒血肉破开的刺拉声缓缓响起 莉莉顷刻间变成刀下亡魂 艾利森对此一无所知 她与亚当早已回到家中 此时正在听亚当诉苦 接踵而至的反心事令亚当终于情不自禁敞开心扉 她痛苦地告诉艾利森一个隐藏许久的秘密 亚当之所以会与莉莉分手 是因为在他们热恋期时 梅丽莎便看到莉莉与罗布暗通缓取 迟至今日 亚当每每想起这件事 仍会感到疲惫至极 乃至于很快便沉入梦乡 这是最后的平静时光 毕竟明天选举日到来时 艾利森就要离开费尔伍德 然而在此之前 新的危机也已经到来 卷毛节与金毛是对此最顿感的二人 当他们因接二连赞的恶作剧 被杰克逊勒令待在教室内反省时 他们甚至在这平日上课的地方 胡作非为 起了下一秒 面具怪人竟忽然出现 勾举起实验天平 狠狠砸向金毛的头颅 只听通通的声音不断响起 金毛刹时间 变为一坛稀烂的血肉 卷毛节见状被吓得慌云逃窜 然而怪人穷追不舍 卷毛节一时间 竟只能匆匆藏进体育器材内 只见怪人的身影突然消失 下一秒 立即瞬间穿透头颅 与此同时 莉莉的尸体也现身于公共垃圾箱中 罗布正是现场的第一发现人 看到这么惨状 她立刻前往莉莉母亲 格夫人所在的广场 打断了对方的市长继任典礼 格夫人紧盯着女儿的遗体 痛哭流涕 只觉心脏 仿若被千刀万剐般悲痛欲绝 爱丽森尚不知 小新的悲剧已经出现 她还在盯着自己 与梅丽莎紧剩的照片暗自伤神 就在这时 爱丽森忽然听到奇怪的声响 她寻声而去 赫然发现 身穿长袍的亚当 正在教室内绘制奇特图案 而那张熟悉的面具正放在一旁 这一幕吓得爱丽森立刻落荒而逃 亚当居然就是那个面具怪人 她为什么要不惜杀害梅丽莎 也要当这种可恨的杀人魔 可是亚当却似乎有隐情一般 高喊着让爱丽森停下 听她解释 但她在说这话时 手中的武器却从未放下 爱丽森的父亲胡子难没料到 女儿紧紧回学校一趟 竟引出来一个试图伤害她的亚当 胡子难当即拿出车上的木板 狠狠刺向亚当 木板顷刻间被染红 亚当瞬间倒地不起 只能武警喷泉般的腹部 留下最后的遗言 两名市长竞选人子嗣的相继惨死 令警方不得不重新审查梅丽莎一案 派出大量警力搜查真相 例如权力逮捕因抗拒警方调查而逃亡的罗布 譬如将爱丽森妇女带回警局严格调查 然而 就在胡子难被专员强制带走的一瞬间 失踪多时的罗布却忽然跳进爱丽森车中 直言自己现在需要爱丽森的信任 为了避免别人干扰他们的谈话 罗布甚至禁止开走了车子 但胡子难从警局的出来时 恰好看到自家车扬城而去的样子 这让案件的调查陷入新的困局 另一边的葛夫人因迟迟得不到破案线索 只能利用酒精消除心中的苦闷 酒一向是适合麻痹人类大脑的戾气 没过多久 葛夫人就变成醉醺醺的样子 摇摇晃晃前往新的市长幻届竞选现场 由于两名竞选人均发生意外 政府不得不听从选民们的建议 提交在政府任职时间最久的杰克逊 作为新的市长竞选人之一 等看到葛夫人分明已是酒气熏天 却还不忘利用女儿知死争选票 直言所有人都应该帮她为女儿复仇时 选民心中的不满煞时间攀升至顶点 演讲现场瞬间乱成一团 但此时失去理智的葛夫人 反而认为选民反对她是因为不知好歹 想到这里 葛夫人当即怒冲冲地回到办公室 不料却在此处碰到某个面目可憎的人 只见精英男诱然自得地坐在市长座椅上 肖章直言现在的一切都是葛夫人咎由自取 当初葛夫人身为现任市长 却为保全自己的名声 不肯认真调查梅丽莎案 害得亚当走向其路被胡子男误杀 而亲弟女因背叛行为被亚当谋杀 正是善恶有报天道轮回 精英男一想起葛夫人失去了唯一的女儿 便情不自禁直言 有其母并有其女 将来的葛夫人也必定会是下场凄凉 二人的争吵愈演愈电 乃至于终于刀剑相像 就在这时 怪人的力气竟忽然刺激精英男的血肉 下一秒 怪人迅速握住葛夫人的手腕 电光石火间便令对方自我了断 但这些仿佛还没有满足怪人的杀戮欲 随着扑吱声激怜不断响起 葛夫人的竞选广告牌 顷刻间将主人的副物变为一滩扭曲的血肉 葛夫人上时间残骄着倒地 然而这只不过是怪人今晚屠杀的开始 只见房间被怪人缓缓关闭 进一瞬间 怪人便迅速将力气重新送进血肉之中 而后举此细小的刀片 果断划向精英男可恨的面孔 随着刺拉的血肉划过声在办公室内回响 不久后 精英男的面孔便沦为一副血肉横飞的画作 怪人刚刚完成自己的艺术品 起了下一秒 专员却忽然推门而入 于是新的牺牲品也因此诞生 爱丽森尚未知晓办公室内的屠杀惨案 他刚刚与罗布到达梅丽莎遇害时的大桥 不料警官却忽然赶来 静止将罗布锁起来 直言现在爱丽森需要与他离开 在胡子男苏醒之前 他们必须返回胡子男身边 否则费尔伍德将会迎来不可估计的麻烦 可就在警察说话间 罗布竟趁机夺过枪支反杀了警官 只听喷的一声枪响 警官腹部瞬间血流如注 其料对方倒下后的第一反应 竟是看向爱丽森 听到警官的遗言 爱丽森瞬间想起亚当也留下相似的话语 想到这里 爱丽森心中当即想起警钟 他立刻去车赶回家 赫然发现家中居然铺满血色的白龟花瓣 爱丽森看到这一幕 立刻拿走抽屉内的剪刀傍身 在确定家中的店员也被切断后 爱丽森小心翼翼跟随墙上涂鸦的指引 一路来到唯一闪烁着光源的卧室面前 爱丽森看到视线镜头门帘上的图案 惊觉他们竟与梅丽莎送给自己的礼物起其相似 这令爱丽森心中不由得打起退堂鼓 但是一想起身边接踵而至的惨案 爱丽森最终鼓起勇气掀起门帘 恰好看到原本空旷的卧室内 赫然成为花瓣与烛光的浪漫天堂 然而爱丽森看到这幅仿着表白一般的场景 心中却是觉得毛骨悚然 他小心翼翼观察房间内的其他摆设 不觉床下竟藏着四层相识的面具怪人 但随着力气滑坡后 面具下却传来了胡子楠的声音 爱丽森看到父亲被五花大绑的样子 忍不住痛苦落泪 其料胡子楠却突然面露惊恐 只听清脆的碎裂声响起 爱丽森瞬间失去意识 待她重新恢复神志时 将好看到怪人摘下面具的全过程 看到梅丽莎那张美丽如初的面孔 爱丽森心中已经无法激起任何惊讶的波澜 此时此刻 她的心中只剩一个疑惑 梅丽莎为何要做出这种行为 爱丽森作为优等生 很容易便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即如梅丽莎明面上遇害的那晚 由于车灯刺眼 爱丽森根本看不清亚当伪装的歹徒的行为 因此亚当只需要做出相似的假工作与响生 而后将事先准备好的假人快速丢到桥下 便能顺利骗过爱丽森的眼睛 之后趁她被选民包围之时 警局内部的线人趁机带走假人 伪造案件记录拖延杀人案 亚当与梅丽莎在整场阴谋中互相照应 为彼此打掩护 梅丽莎暗中为哥哥除掉丽丽 亚当在人群中为妹妹通风报信 直到哥哥死后 梅丽莎才真正打开杀戒 亲自夺取了父亲与哥夫人的性命 为阴谋的合作伙伴永远解决后顾之忧 而梅丽莎之所以做出这些行为 是因为她希望能与爱丽森永远在一起 因为不久后警方便会赶来这里 在梅丽莎的设想中 对方会看到梅丽莎被束缚折磨的画面 至于爱丽森妇女 无论他们对警方如何解释真相 警方都不会相信 毕竟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备受折磨的年轻女孩会撒谎 尽管爱丽森妇女会因此锒铛入狱 但是警局内的线人会协助梅丽莎 将爱丽森悄悄带往合适的地方 此后的爱丽森永远都无法逃离梅丽莎 他们会一生一世与对方形影不离 梅丽莎已经迫不及待迎接自己的完美结局 她立刻灵犀自己的合作伙伴 而后对爱丽森露出圣权在握的笑容 就在这时 爱丽森却忽然诉说起自己的思念 这熟悉的神情令梅丽莎不忧的心思懵动 二人顺其自然亲密 起到下一秒 爱丽森竟狠狠咬下梅丽莎的一块血肉 然而梅丽莎却没有为此生气 因为她的合作伙伴已经来到现场 那熟悉的面孔令爱丽森众人失去笑容 她不敢相信 一向受人尊敬的杰克逊老师 居然会成为这种阴谋诡计的参与人 不过紧接着 杰克逊与梅丽莎之间似乎出现了问题 梅丽莎主张让杰克逊伤害爱丽森 因为在这场计划进行的过程中 只有梅丽莎在做血腥土入的工作 而杰克逊一直以来仅负责下达命令 是已在计划行之末尾的此时 杰克逊依然双手清白 但是既然他们以事一求之贺 就应该一同踏入罪恶的地狱 杰克逊拗不过精神癫狂的梅丽莎 只好拿起武器对准爱丽森 不料下一秒 刀片反倒刺进了梅丽莎的腹部 趁对方尸童尖叫之时 杰克逊与一旁的胡子男起心协力 共同解开爱丽森的束缚 然而梅丽莎看到这一幕后 竟如同忘记疼痛一般 立刻拔刀紧追爱丽森而去 在女追我感的争夺中 力刃无意间被击飞 爱丽森立刻抓住机会 紧紧限制住梅丽莎的行为 一下惊一下撞向护栏 本就负伤的梅丽莎 因此没多久便晕死过去 但紧接着 她又如同诈尸一般女人坐起 爱丽森被吓得受惊过度 下意识将利刃捅进薄薄的皮肉 梅丽莎的头部以下 瞬间成为血红的喷泉 与此同时 杰克逊也已经向警方通告完毕 为了保护上位恢复力量的父亲 为了保证自己的未来平安无事 爱丽森不得不向杰克逊低头 直言将为她登上市长之位提供助力 这是杰克逊同意与梅丽莎 共谋的根本原因 根据菲尔伍德的法律 一旦市长之位出现空缺 任职最久的政府高层将自动接任市长 杰克逊原本无心权势 奈何格夫人与精英男的道德水准 着实不堪 是以杰克逊只好策划这场阴谋 对他而言 爱丽森入局是一场意外之喜 如今他们拥有彼此的把柄 未来必会成为最老过的同盟 若能拥有爱丽森的助力 杰克逊的政治生涯一定会风生水起 政治家的城府与此时暴露无遗 但爱丽森没有拒绝的选项 他只能轻任杰克逊的安排 升任本校高年级学生会长 至于杰克逊本人 则已经变为备受市民爱戴的新市长 本签完 影片选举日上映于2023年 讲述了在美国费尔伍德选举日前夕 五个杀人魔横空出世 针对政治家的后代们展开血腥杀戮的故事 影片有几份黑色喜剧的讽刺意味 格夫人为了连任市长 特意掩盖连环杀人案 结果自己的孩子反倒因此遇害 而这一切 又是另一个政治家杰克逊的阴谋 最后所有人都在庆祝幻届的成功 仿佛没有人记得选举期间的连环杀人案 不过 爱丽森真的心甘情愿与杰克逊同流合污吗 之后他还会向媒体揭露真相吗 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青留言分享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出门前不要忘记留下我的茶欠 各位的点赞分享和评论 才会让小青有更多的动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